朱元璋在夺得天下以后 却反过来大肆朱沙当初陪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 但是却唯独漏掉了一个人 没成想 多年以后 这个人竟然会让大明的江山义乐主 建文的朱允文石 燕王朱棣发动了静难之意 成功夺得了地位 而正是这个人助了朱棣一臂之力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呢 他又为何要让大明的江山义主 一 草根出身称帝以后 却大肆诛杀功臣 朱元璋又实家中非常贫穷 后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统领 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史称为明太祖 名号为红武 所以朱元璋在位的这几十年 也被称为红武之志 当初跟着朱元璋一起打天下 但一共有三十四位开国功臣 明朝成立以后 朱元璋也遵循惯例 按照功劳的大小 给他们每个人都加官进决 奖赏了他们的付出和忠心 但是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荣耀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不久之后的朱元璋就开始 借着各种由头诛杀这些功臣 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红武四大案 包括胡维雍案 兰玉案 红印案 郭恒曼 在这几起案件中牵连涉及到的人 多达数万人 当初的功臣将领等 大多已经被诛杀殆尽 朝臣大换血 但是朱元璋的诛杀计划中 却唯独漏掉了一个人 那就是将领陈亨 陈亨曾经是元朝的将领 后来明白要改朝换代 于是成了朱元璋忠实的追随者 他当初非常欣赏朱元璋的才能和志气 于是下定决心追随他一起打天下 陈亨因为善用兵 由军事谋略很快就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 但是陈亨没想到朱元璋得到天下以后 这么快就返回来诛杀功臣 那么朱元璋为何如此大费周章 将原本的功臣全部杀尽 这岂不是含了大家的心吗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朱元璋想要巩固自己的政权 他害怕分散的政权会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也害怕底下人有了实权 以后会危及自己的皇权 当时的太子是朱标 是朱元璋最为宠爱的儿子 朱元璋一早就认定了 要由朱标来继承自己的大统 但是朱标为人比较良善 朱元璋为了以绝后患 决心以自己的铁血统治为朱标铺好道路 然而不久之后 太子朱标就因病不幸事事 朱元璋在悲痛之际 下定决心将皇位传给朱标的长子朱允文为继承人 古代立储君一般都遵循立敌一掌不以贤的规矩 也就是说立储君不是看重个人的才能 而是更加看重长有顺序 朱允文作为长子长孙 被立为储君也是合乎情力的 所以大多数陶臣也是支持的 当然这其中有些人内心并不服气 比如燕王朱棣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 自小并不是很受朱元璋的重视 长大后被封为燕王有了自己的封地 原先封朱标为太子时朱棣还是服气的 毕竟对方是长子 但是现在朱元璋竟然越过了这群儿子 把皇位直接传给了孙子 这让朱棣的内心愤愤不平 因为他自认为才能学识都在朱允文之上 建文的朱允文登基以后 牢牢紧记朱元璋的叮嘱 实行薛藩制度想要削弱藩王的实权 这就触及到了朱棣等人的利益 于是朱棣打着清军策的名号 以为国靖难的名义发起了靖难之意 攻打建文帝 朱允文的手段不足 心性软弱面对朱棣来势汹汹的进攻 竟然毫无抵抗之力 于是这场战争最后 以朱棣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三 在此人的帮助下朱棣成功夺位 那么朱棣不过是一介王爷 他手中的兵力是如何与朝廷的 六十万大军相抗衡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到一个人那就是陈亨 他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朱棣的成功绝对离不开他 当年陈亨虽然侥幸存活了下来 但是心中却十分后怕 他没想到朱元璋竟然会如此的心狠手辣 如今看到朱允文萧帆的举动 陈亨的内心更加害怕 认为他和朱元璋一样手段很利 再说朱允文那边有语朱元璋的朱砂 如今朝廷中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用了 无奈之下朱允文只好派出了年迈的耕炳文 但是朱棣却视如破竹 硬生生把耕炳文逼到了绝路上 后来朱允文又派出了离景龙作战 还派了几十万大军供他指挥 然而离景龙此人毫无作战经验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 此时的陈亨虽然也在离景龙的队伍之中 但他的内心其实十分犹豫 他并不认为自视甚高 其实没有多少本事的离景龙最后可以取得胜利 也正在这时朱棣有意要和陈亨合作 他认为陈亨作战经验丰富 军事实力强盛 一定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后来离景龙和朱棣之间爆发了白沟河之战 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陈亨经过思索 带着他的十万大军投奔到了朱棣旗下 这一下子就壮大了朱棣的队伍 在作战的过程中陈亨非常的勇猛无畏 多次冲锋在前 为朱棣的此次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朱棣也深受感动 事后还亲自去府上看望了富商的陈亨 给了他很多的封赏 在他去世以后还追封他为金国公 可以说朱棣能够成功夺得大权 绝对离不开陈亨的鼎力相助 也许朱元璋当初也没有想到自己朱砂进了功臣 唯独落下了陈亨 偏偏是这个被落下的陈亨 多年以后让大明的江山义务主颠覆了整个政权 那么朱元璋当初为何唯独漏掉陈亨呢 也许是他认为陈亨人微言轻 不会对皇权造成什么威胁 再加上陈亨当初已经被派往驻守边疆 朱元璋便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最后会是被落下的陈亨改写了历史 命运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好